再來看的是今年金馬獎 在新人獎的部分 五位入圍者全部都是台灣演員 而且最小的只有11歲而已 你五位給我嗎 我沒有 讓你啦 你五位給我嗎 張哉星和鎮人碩 在腳踏二里的這一場 移進到底對手戲 兄弟戲強 情緒雖然力強 成為張哉星入圍金馬 新人獎的關鍵戲份 因為我本身就是 之前也走偏過 然後現在也不會來 然後又全是這個角色 基本上是滿多想法 結合自身經驗 讓電影角色更鮮明 逐漸被大家看見 30歲的張哉星 靠著腳頭二角逐金馬新人 面對的競爭者年少且才華洋溢 你今年幾歲 到底想幹嘛 老女人 從表演戲劇課班出身的謝章穎 拍戲當時才17歲 在幸福城市裡 看見銀潭新秀對上資深前輩 論氣場誰也不輸誰 情緒到了嘛 然後要一直維持住 要維持我是覺得滿難的 然後走到床邊 很小聲的跟我說了一句話 內斂有層次 傅夢波在范寶德里 陪著爸爸黃仲坤 到日本找尋離家50年的阿公 跨時代的三代父子情感打動人心 而或許是每個人都經歷過 青春潘逆期 另一個新人的表現引起觀眾共鳴 滾 你不要激動 跟你媽講話有禮貌一點 那也屁事啊 第一次拍電影的黃勝球 在誰先愛上她的電影裡 飾演叛逆國中生 只要有一點點小真實 就會有點吵起來 所以其實滿好演的 但如果說到童馨的自然演技 十一歲的藍魚小男孩鍾嘉俊 在只有大海之道 貼切詮釋出思念父親的心情 逼酷評審 我穿不下 你講自己畫的嗎 這個是我三年級記得 我這次記得是用白色的畫子記得 繼2011年 柯震東擊敗賽德克巴萊 三位演員拿下新人獎後 事隔七年 又再一次金馬新人的入圍者 全都來自台灣的演員 足見國片的後期之秀 在華語電影市場裡千能無限 而這次要搶攻金馬影后的 五位女演員 全部都是硬底子的終生蛋 為了爭奪過世丈夫的保險金 直奔小王家理論 高分貝嗓音各種疑心病 神經質活靈活現 謝一軒演活了週年大神的百態 我為這個家付出了那麼多 我有錯嗎 我努力做個好太太和媽媽 她憑什麼 連保險金都不是我的 我平常就會很喜歡看 關於媽媽這樣子的 特殊的人種 捷運上或者是各個公共場合 我甚至會有一個 就是自己在電腦裡面的一個 小檔案庫是專門儲存 我看到的某一些短片 一直延續下來的 有一個就是 trauma 沒有被解決掉的 就是情緒勒索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私立國中一學金 學費有多貴 我省吃減用是為了什麼 你明明就找校長 怎麼對得起 我就是看了 謝一軒演的舞台劇後 就迷上他了 然後就跟我的助理說 記住這個名字 有一天我要跟他合作 我開始從秋澤這個角色 去想的時候 我要怎麼幫他找一個 旗鼓相當的對手 然後我就想到說 那我要找一個演技派實力 演技實力被大家非常肯定的 所以我就往劇場一想 就是想到銀萱 38歲的謝銀萱 劇場出身 表演經歷13年 人稱劇場女神 但要上大螢幕當女主角 可是頭一回 過去拍電影 她都是小角色 孩子的成長真的不能等 這是一個插畫界的奧斯堡 葉姬沒提升 斷不走 從電視公務主持人 到花甲的Stacy姐姐 同樣的角色在電視版 今年還被提名金鐘女配角 演技實力逐漸被評審看見 演影像就是你必須要把所有東西 濃縮到非常的細緻 畢竟在舞台就是有一段時間的工作 我還滿想試試看 如果我把舞台的認知表演 試圖放在影像裡面 可不可以做一個很好的總和 今年金馬影后入圍者 幾乎都是終生代演員 擁有豐富表演經驗 當中最被看好的是 曾拿過金馬的影后周訊 劇情描述 周訊代替去世的姐姐參加同學會 卻遇見學生時代仰慕的對象 展開書信往來 也揭開橫跨三代的糾葛 芯片由陳可欣單綱監製 過去也是她一手把周訊捧為金馬影后 得獎的是如果愛周訊 拍戲這麼多年越來越覺得 能夠碰到一個非常充滿熱忱 然後又非常友好的團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兒只能說的是 我會更加努力去走好演員這個路 謝謝 2006年主演陳可欣指導的 如果愛 一舉奪下金馬獎影后 上台致詞時 說到激動處一度難言哽咽 43歲的周訊 四度入圍金馬一次得獎 相隔13年 兩人再度聯手合作 也讓觀眾好奇能否再度驚 畢竟對手都不是省油的燈 我一個人在黑暗你 目標的牆上每一條風 我在這兒 我身之間 一重 孫莉主演張藝謀的影 藝人面對分世兩腳的丈夫 各種彈琴舞打動作 全都被導演要求 親自上陣 這次彈琴 導演都要求我們自己彈 打也希望都是我們自己的 1 2 3 我飛上去我就感覺不到腿了 從電視圈跨足影壇 36歲的孫莉 首度入圍金馬女主角 過去從甄嬛傳到明月傳 在小螢幕累積演技 實力不容小覷 你覺得什麼是重要的 趕大小走 趕大小走 至於賈張科指導的新片江湖兒女 飛水不落外人田 招老婆趙濤當女主角 姊妹妹頭學山西方言 呈現男女主角 經歷了坐牢出獄 17年來的感情變化 情感真實自然 妳就恨不恨我 對妳五千年 也就不恨我 其實趙濤是導演老公 賈張科的專屬女主角 三年前因為山河故人 入圍金馬五二的影后 只可惜最後敗給林嘉欣 空手而歸 各位老闆好 好啊 她是妳老婆來的 妳給我出去做雞 妳不收拾的嗎 另外還有新生代的曾梅慧姿 在電影三夫 飾演在船上生活的性工作者 跟三名漁民丈夫 有大尺度的犧牲演出 同樣角逐影後 不同的角色類型 迥異的劇情詮釋 每一位女主角 傳遞的細膩情感都帶著影迷 更進入故事裡